来 公主 公主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见过澈王殿下 凌王呢 四哥尚未回府 公主若是有事 我这就派人前去巡回 无妨 若殿下有事在身 因我前来而耽误 我反而过意不去 是 我就在此处等她便是 公主可是有其他事 需要在下协助 凌王一表人才 阅述凌峰 为何尚未娶妻 难道是有什么 不可告人之处 还是有隐疾 还是因为某人才延误了婚妻 四哥尚未娶妻 可不是因为我 公主定然有所误会 大魏这些年 边疆时有战乱发生 四哥连年征战 一年半载 想见女子一面都难 这年复一年 婚事自然有所耽误 那澈王殿下 为何又迟迟未曾谈记婚约 可不是我拖着四哥 是四哥耽误我 四哥未娶 我又怎能先行迎娶啊 十一 四哥 从来没有规定 你不可以娶妻 你心中是有意中人了吗 凌王殿下 四哥 公主已在此 候你多时了 公主下一次来的时候 可以提早通知一下 免得在这里久等 你这样 倒显得我们凌王府 非常失礼 超待不周 此时是我唐突了 这凌王身上 怎么有这些木屑呀 只闻凌王善领兵作战 不知道凌王还善木工 我最近在忙于 建造驿馆的事情 这段时间没有进地主之一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 便先行告辞了 你们慢慢聊 好 再急的事情 也不差这片刻吧 两位殿下都很忙吗 我既然来了 总是不差这一天 不知公主这一次找我何事 倒没什么特别的事 只是来大魏也有些时日了 却从来没有来过凌王府 就想来看看 这凌王府内究竟是什么模样 好 那我们两兄弟带你四处看看 我先行告辞 先行告辞 凌王殿下 请带路 公主请 请你 请你 我这个王府 应该是众多皇子中 最简单的一个 恐怕入不了公主的眼 凌王殿下多虑了 其实府邸如何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看住在这里面人的心境 凌王殿下向来心怀四海 一举手便似千军万马 虽减 却不单 被公主你这么一说 往后要是再有人说我府中简单 我就可以用公主之言回她了 其实 正如往日我对阿柴族的印象一般 未曾走出阿柴族之前 觉得每日都看着大漠黄沙 甚是单调 寂寥 但是真正走出来 发现原来那样的简单 可能才更适合自己 阿柴族天体宽广 人心也会变得宽广起来 那样的大漠风情 我倒甚是喜欢 凌王殿下也喜欢大漠 就像 我喜欢凌王府的简单一般 只有大漠 才可以生得出这么大气的女子 公主这边请 这边请 凌王对我 对阿柴族并无厌恶之意 今日趁大家都在 我有事情 请你再宣布 公主不远千里来此 是为了我大魏 与阿柴族的和亲之事 承蒙父皇的恩准 准许躲下公主按照自己的心意 在众皇子中 挑选一位作为自己的夫君 两国联姻 互结盟好 那大哥你怎么不早说啊 现在三哥带着九哥都走了 要是朵霞公主看中他们两人之一 这可如何是好 若是朵霞公主看中他们两人之一 那此事就由十二弟你代为转告 还可以向三哥或者是九哥 讨个好彩头呢 无妨 我要选的人 依然在这席间 哦 其实我的意中之人 乃是素有战神之称的 凌王殿下 是 公主之前在宴席说的话 是认真的吗 婚姻大事启荣戏言 我在天都待了这么久 看得很清楚 也想得很清楚 我心中认定的那个人 便是凌王殿下 本来陛下已经降旨赐婚 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 应该亲口告诉你才是 所以你到我府中 问我是否喜欢阿柴族 就是这个意思 殿下之前不是回答我 说你很喜欢大漠风情吗 对 我是跟你说了 我很喜欢大漠风情 公主这么直爽的性格 我的确非常欣赏 无论在大魏 或是阿柴族 遇到这样的人 我都很想交他这个朋友 但和亲的事情 我绝对不会答应他 为何 我已经有了义中人 那人 可是天舞醉坊的 卿尘姑娘 婚姻大事 虽说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业 但我觉得还是要顺从 自己的心意才对 如今三国局势微妙 如今三国局势微妙 我此来未过 本就不是单纯为求良缘 而是要为我阿柴族 寻求最为合适的盟友 若是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人 便是两全其美 是 凌王殿下所言 莫非是厌恶朵侠 公主 我刚才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 我是非常欣赏你的性格 但我们之间 没有任何的男女之爱 没关系 我们还有时间 我总有办法让你爱上我 但是在此之前 我们两国需要确定联盟 否则不论是阿柴族还是魏国 都会面临 被良国吞并的危险 公主 殿下 你不用着急来回答我 我刚才所言皆是真心真意 希望你能好好考虑清楚 再回答我也不迟